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出生的那种小鸟 还有小猫的 我特别喜欢小猫 你看我头上戴的这个就是小猫 模仿比较体型大一点的动物 那就是马 有马蹄 然后还有马匠 可以模仿人说的话 然后那种 我给你们拉一段 然后看你们能猜出来 我叫陈一妙 今年十三岁 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 我从四岁开始学习二胡 他是我最亲密的伙伴 我很喜欢拉二胡 就是这样的 不要拖 打 二 三 打 公子不要拖 这是我的爸爸陈君 他是一位二胡演奏家 创作了很多二胡曲子 我感觉他一拿起二胡来 就无所不能 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像他一样 把二胡变成自己手中的魔法棒 今年六月十一号 我将和爸爸首次合作演出 他的代表作 《太极琴侠》 所以 现在我必须更加勤奋的练琴 因为爸爸的要求非常严格 所有的那个 李玄都得有这个重音 所有的李玄都有重音 现在都没碰到 没碰到那个弦 就是每个音都得 扎实的上去 全是那种扎实的那个劲 好 再来一次 要敏锐你知道吧 新此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 不要那种虚动作 你是什么速度 那叫什么东西 状态根本就不对 根本就不行 你脑子稍微不注意 这就完蛋 再来再来 就是爸爸的要求太苛刻了 我就是游泳做不到 我没有他要求的这么紧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拉得还行 他就觉得我拉得不是很行 你不要以为这个混过去就可以了 你刚才是在那混 什么时候通过我这关 我什么时候再过来听你的拉 不喜欢的 就是一旦要给他要求了以后不行 这个音不准了 就再来再来 你连续说三次再来再来他就不干了 这个台湾演出是我们俩同时上的 他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那种思想依托性 那作为这样的话呢 你在要求他的时候他心里可能会想 反正有你在我不怕 我不怕 那下面呢进入咱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啊 大家看见我手里拿的这个花 咱们今天就是击骨传花 好吧 预备 预备 开始 还不夺 可以下面这个求到陈一妙点吧 让那九连拍对着我们一个人做一个表情 不能 一个人做九个 爸爸妈妈就是聊一些比较有用的价值的 但是有点枯燥的东西 同学们他们喜欢聊八卦 但是今天谁又跟谁怎么了呀 哎呀某某就和某某某的 反正做成挺好玩的 我特别喜欢披萨的 刚学了咱们一会去吃医生课好不好 好呀 就去吃那个披萨 对好吃 行 我要吃 我们去不去 去吗 我也去 我不叫你都不去 现在我不叫你了 可是真的是不行 爸爸在门口等我 真的 真的 我还要练琴 那我们去了 为了方便我学习 爸爸妈妈 从家搬到了离学校一墙之隔的小区 从学校到家不行 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可就算这样 爸爸还是每天都来学校门口接我 爸爸好 今天就是上完专业课之后 还在琴房里练了一下琴 你自己练的 以前同学叫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开始就是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但是最后就是爸爸不让 因为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跟他们出去玩 今天中午我本来要去食堂的 对对对 然后呢我的好朋友啊就是 穆尔他们 就是他们都出去 他们说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避生课吃啊 然后我就拒绝了 但是我非常想跟他们一起出去吃 因为首先我不放心 背包妈妈接就感觉很奇怪 因为我们班就三四个 是天天背包妈妈接着上大学 我出二课我可以自己上大学呢 他说不行 那我说我出三呢 他说也不行 反正他们就很不放松啊 因为我担心你 所以只要在我能够看到你的这个现场 你随时可以邀请 爷爷呢 爷爷在上课 爷爷 爷爷爷你又在上课啊 对啊 爷爷爷来了 嗯 上课了 太脏了 每到周末都是固定去看望爷爷的时间 坐吧 吃点东西 吃什么好吃的 自己走 还要吃什么东西 爸爸又骂我了 他又骂你啊 他又让我学什么新曲子 没有 什么去做啊 太极清香 都不懂什么意思啊 太极你都不懂 说什么阴啊羊啊的 你哭了没有 哭了 没打你吧 没打你打你不错了 什么啊 就是这个 我跟你说啊 你啊 我被孙女啊 不错了 很勇气了 你不能老是批评她 你不能鼓励她 是 别说的都是对的 批评你是对的 是爱护你啊 我成军小时候我们也一样的 等一会儿我拿轻声来提一下这个阴阳 好吧 你没转你就听了吧 咱们坐在房间挺快 我拿我去 好 所有的太极就是阴阳 对不对 嗯 咱们里边的里线啊 是阳的 外头那个鞋呢 是软面的 是阴 知道吧 我告诉你你们都学了啊 我从初一开始六七八九十年十一年的样子 我们上课不要钱的 我们上课是义务的 这好像不能逛给儿子儿媳妇 还有生女儿 要方向逛大才行啊 这不是我私有产材 对不对 这是时代的产物啊 因为这个行刀正有这样才能进来 发扬光大 对啊 这个帽娃娃 来啦 帽娃娃的游戏 哈哈哈 帽娃娃 讲艺满游戏了 你往上 往上 再往上 站起来哪里站 一动 来头 夹上 用镜夹 你真好看你 大爷家来玩 你就是几乎就是练一会儿 哎呀 去玩 快点 去玩 哎呀 很累了 你已经很累了 他不管我累不累了 你已经很累了 好 现在去玩 然后挖好 挖好 挖好 好 一会儿好 一会儿 然后再练一会儿 都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被爷家带着 第八个 先走了 因为晚上他有事 晚上他要走 我们现在先走刘洋河 我想如果发现突发情况 假雨啊 或者是相对有点乱的 你呢 就是 一 你自己不要乱 第二个呢 该怎么做呢 你就看我 有你往在 啊 就不用担心 OK 说到二胡啊 我们可能会想到的 就是二拳应乐 但其实呢 二胡不仅能够演绎 这样婉转凄凉的乐曲 二胡也能够演奏 大气旁活的乐章 接下来呢 我们将请到的是 中国著名的二胡演奏家 陈君先生 为我们带来他自己创作的 太极琴侠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再次保持 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陈君父女登场 欢迎他们 我希望他们介绍爸爸的时候 就是陈音乐的父亲 陈君 找到一个可以说服他自己不断练琴的一个方法 他喜欢表演 他喜欢上台 他喜欢把自己穿扮成一个公主一样的形象 走在台上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让他不断地往前走 所以你要说 妙妙 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下次表演的一个期待值 他是很难坐下来认真去拉琴的 还是要好好练琴 要练多才可以上台 要不然你上台肯定能让我过好 他们呢都是我们演艺派的这个签约的这些艺人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些活动呢 他们愿意来参与 把这个活动的整个的一种状态呢 跟他们解释一下 我呢原来在体制内退下来以后呢 我就做了一个互联网的公司 传统从毅者自我的价值和挣钱的机会 现在这个工作不太好找 每年的毕业生都有很多吗 通过这个平台也许我会被发现 或者是我有更多的历练 我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好 非常好 我觉得呢就是再熟悉一下 然后把功法执法再统一一下 我呢现在有点事情 我要先走一下 你们再继续练啊 好 因为从公司过来嘛 这个路程呢大概有20分钟左右 所以我会算好这个时间 我觉得接孩子呢 是我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点来不及了是吧 还行还行 但是要稍微抓紧一点 稍微抓紧一点 就事半功倍了 另外一个呢孩子呢 我有希望呢让他单纯 我们干这一行 如果你没有一颗寂寞的心 你是干不了这行 外面的诱惑太多了 就发现现在是用哪个八度的 要是用五度的还是用这个四度的 还是用我说的那 现在爸爸妈妈让我和同学 一起去校门口去吃小吃的话 我肯定自己是现在是不会去的 也没必要啊 对吧 为什么非要跟同学在一起 妈妈在一起也挺好的 我如果一天不练琴的话 就感觉走得确定什么 已经习惯了 现在我们每次走 上小学走的那条路的时候 我的脑海中都会一起展现出 春天来了 百花开始涂芽了 秋天来了 一片片叶子开始变黄 一片片叶子开始变红 特别温情 孩子到了15岁 就有他自己的这个空间了 那个时候你想跟他接触 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了 因为有事那天我不会过去 所以你要自己去面对 跟所有乐队的合作 你怎么可以啊 那你就为什么啊 因为我这样的事就拖不开 我也没办法 可是你就不能去那边吗 那你平常都是陪我去的 然后我一个人我怎么可以啊 我再陪你多 总有一次你要自己完成 那你为什么这次要去啊 我觉得一个是我这边是确实是拖不开 第二个呢 你锻炼一下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胜任这件事情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紧张 无非就几个结果吧 就是拉不好 对 拉不好就行 对就是拉得好 要么就拉得好 要么就拉不好 拉不好怎么办 再拉一遍 非常好 那再拉不好呢 再拉一遍 对了 所以要拉好 拉拉的 这个气候一定要一定要找出来 因为否则的话乐队它是不会 那么多人 一定是乱 拉拉拉拉就完蛋了 拉拉拉 刚刚完成和爸爸的合作演出 我又接到了与河南交响乐团合作的邀请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和交响乐团合作 真是压力深大呀 正常的乐团里边是乱的 但是你做的观众喜听的时候 它是一个相对整体 你想一个小敌琴 两个小敌琴 二十个三十个小敌琴 打拉打拉当 它不可能打拉打拉当整齐的 它从来没见住我 我就怕它懵了 你要照顾一下 所以我不可能再当公主了 这是没有可能的 公主绝对不是每天练八九个小时的 不可能 你看 这个很好 拿下来我看身边的 这个是哪里 啊 哪里 哇 这个也好看 小淑女啊 小公主 你看我假装淑女 小淑女不到一秒钟 开心啊 哇塞 我终于能跟大资产乐队合作了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我两个表演的 反正主要是贴 不管多到多少队演出 我都会不会看得下 哈哈哈哈 就这套吧 这套吧 这套漂亮 拿这款吧 你拍吧 看 我这样你拍不到我 拍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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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放音是吗 在最开始的情况 再来做一次 再来做一次 很好 重症 就是败重症 自我之间说 自己一顿就紧张 看起来那么多人都盯着我 然后后面还要顾着后面顾着前面就 每个人在那儿拉 反正两边都在挤我 哎呀 我就好 你不是中间有一个慢的吗 那个奔音拉完之后 再起 现在从那儿拉一下 对一个头就行了 就是在最开始 把这儿给你对一下 好吧 148 148 148 1 2 1 拼着是吗 再来说一下 都已经凌乱了 就是因为我气口也不会给 然后只会看我 有的时候我还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摇摇摇摇摇 他们就以为我在给气口 他们就在那儿动了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气口 然后 哎呀 我都不知道 最后已经凌乱了 最后凌乱的收尾了 他就特别尴尬 那么他才是一个 13岁的小朋友 对 这个在音乐 这个演奏家里面 真的是非常年轻 非常年轻了 他有点紧张 他这个没放开 有点 人也多 都围着 怎么说 他讲了那么多 老师辈的 等等的演奏 他可能有点 甚至不足所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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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来 好 休息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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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廟 你今天怎么样 这个状态怎么样 很紧张的 就是特别紧张 就拉那一段 就感觉 就感觉又不行了 我们练习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怎么把它调整过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好吧 明天呢 你演出的时候 包括在走台 包括在演出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呢 一定要全面的去考虑问题 你知道吧 这时候怎么跟指挥握手啊 跟指挥跟乐队打招呼 这些脑子细节 都要想清楚 上台以后不能懵 知道吧 别去握着那个风 还把心静下来 赶紧连进 好 拜拜 拜拜 让他听了一下 他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 明天在演出之前的一次 连拍呢 再帮他调整调整 因为有我在呢 他心里会 我相信会给他一个 心里的一种暗示 让他更加放松下来 要不要那个收得紧点 好啊 不用了吧 要不就直接这样挺好的 这样这样吧 你不用收紧了 OK 慢点慢点慢点 哎呦 这才臭美呢 是吧 快快快快 我感觉要奔过去了 我觉得天哪 他过来了 他是爸爸吗 我没看错了 我没眼花了 就特别开心那种的 闹好了没啊 闹好了 咱们就拿着心去试试 好吧 差不多了 走 我们一起 好吗 好 来 爸爸在旁边就完全 完全不紧张啊 就是有他拖着 完全 no problem 好吗 当我看到他发过来的视频的时候 我这个石头又揪起来了 因为 确实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气口的问题 我还需要 去跟喵喵去说 哪怕就说上 一点 两点 我觉得 给他一点试一点 好 给我点 一会儿 好 谢幕 起来 谢幕 站起来 试一下 谢幕 好 然后跟指挥握手 跟手提握手 跟手提握手 结束不下来 别踩着顺着 慢点 慢点 还是得摔一点 好 别紧张 你现在别老想着紧张紧张 你就什么都不想了 本来脑子里就想不了多少事 就是想着这曲子 状态 表演 情绪 就不紧张了 好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他紧张是对的 但是他控制紧张的能力 还不够 你知道吧 但完全就是不够 所以后来让他乐队全部走了以后 让他去适应 然后包括模拟一些指挥 就是为了让他做这件事情 心里现在有的底 爸爸虽然不上台拉 但是他坐在台下看我 我也是特别开心 啊 我不用担心 OK 开心啊 哇塞 我终于能跟大赞赏乐队合作了 我已经是个大人了 大家晚上好 今天这个节目呢 上周我们国家时代最年轻二屋新秀 陈妙 他ож没有 晴佳 明确 还记得 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认为 今天我帮你 kingaver 名字獲得, 詞曲 李宗盛 腿正在抖抖抖抖 但是我拉开第一弓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也没这么紧张 我那天实际上知道我很兴奋的 他超出了我对他的预估值 他那天瞬间才能爆发出来 那种状态 其实我是很满意的 特别开心 好多人 特别多的人 特别自信 就觉得我拉的 他们就很喜欢我拉的 就觉得我成功了 我赢了 就是演奏觉得手法特别的成熟 真的不像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能演奏出来的这个感觉 看他手臂那样的非常飞速地在那儿就是拉着一个裙子 我觉得是非常感动 以前想到二胡都比较缓慢啊那种感觉 对二胡有个重新的认识 我一直想说不愧是那个二胡世家 就是很大感觉非常好 然后还有给我说话 今天晚上可以放假了啊 五分钟以后练琴啊 爸爸也是这个大胡 然后我也是爸爸教我的大胡 就是如果以后的话 我还有可能会交给我的宝宝 然后我的宝宝再交给以前的 就可以这么一直传着传着 总能到我这里就断了吧 我觉得真的不好 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 中国的综合国力一定是全世界最强的 你用什么样的文化去和别人交流 那我们就很容易想到的一些传统文化 现在传统文化谁在做呢 有谁会去干这些事情呢 一定是年轻人去做这件事 我把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传授给我的孩子 通过我的所作所为去影响一些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从事一个传统文化 它也是个行业 这个行业的明天是光明的